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 Crypto Beach 叔叔的頻道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繼上一集之後的續集 我們可以利用 Anchor 存的 AUST 把它在 MIRROR 上面提高到更高的利息 算是武功密集的第二世吧 可以把這個利息提高到連化報酬有 40% 甚至是 80 甚至是超過 100 但是這邊我一定要慎重的提醒一下 因為這個策略是有風險性的 就是很有可能會損失到你的這個投資的本金 所以一定要小心的使用 加密貨幣投資屬於高風險投資 請不要輕易嘗試 一定要自己做好研究 以下所講,都不是任何的投資建議 好的,那首先我們要先到 Anchor 一樣 回到我們的避風港 那我們這邊的話 今天我會用 1000 塊的美金 來去測試給你們看 好,那我已經先把 1000 美金換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存進去 首先呢,我們要先存 1000 的 UST OK 我們要換這個 AUST 出來 好的,那麼這樣就換好囉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總共換了 818 個 AUST 818 那麼再來呢,就可以回到我們的 Miro 那這一次我們用的方式 跟上一次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一次我們要直接用我們的 AUST 來去借 OK,我們要去直接借它的股票 那麼我們在股票選擇方面 這一次選擇方向不同 因為它是比較有風險性的 所以一定要慎選 那麼在眾多股票當中呢 我自己是選擇了這個可口可樂的股票 為什麼 因為它是非常穩定的一個股票 再來是 它現在是歷史高點 5G的可能也會回調 因為我們待會在做的這個操作 我們會希望我們買的這個股票 會跌 我們是在做空 好,那我們回到 Miro 我們點開我們的這個 要借可口可樂的這個選項 那我們這邊記得要換成 AUST OK,那我們剛剛一千美金換出來的 AUST 是 818 個 所以我們就填 818 然後這邊要注意一下 我們這個借款比率的問題 OK,我們當我們的這個借款比率到 110的時候 它就會被清倉 那怎麼樣會到110呢 就是當我們買的這個 當我們借的這個可口可樂 它一直在漲的話 我們就會被清倉 但如果它在跌的話呢 我們就是賺到 OK,待會跟大家提 那我們這一班 這一邊我們一般就是 設大概160 或者是150都可以 那我就設160 當然你的比率是越低 你賺的錢也會越多 OK,但我個人是比較保守 那我設160的話 我可以借出10張 10顆吧 10顆可口可樂的股票 然後我們就按借 好的,那這樣就借好囉 然後我們總共是花了881的USD 我們抵押在這邊 然後我們借了10顆的這個可口可樂 那我們再來的話 我們要來到這邊 TRADI 我們要把我們剛剛的這個股票給賣掉 好 那我們賣掉之後呢 那我們總共可以啊 換到561的USD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會記錄一下 我剛剛用了1000U 然後我們總共花了818的USD 我把它這個存進去之後呢 我可以再換出561的U出來 不好意思,我放大一點啦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有560EU 然後我們就一樣把它賣掉 好的,那麽這樣就賣好囉 我們就有561的USD 那當我們拿到這個USD之後呢 我們又要回到Anchor 我坐到這邊 大家這個聰明的你啊 應該就知道了 就是我們會不斷的這個 用這樣的方式 把這個USD附投進去 我們剛剛是560EU 好,那我們就560EU 好,換進去 這個策略呢 這個唯一的缺點 就是這個手續費會 要一直付嘛 好,顯示這個 TerraLin的手續費不高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561的USD 我們換出了459的AUST 好,那當我們拿到這個AUST之後呢 我們一樣回到MIRROR 再做一模一樣的重複的這個動作 好,那麼,一樣先到我們的可惡可樂 好,先剛剛去錯地方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按AUST 輸入459 一樣是160 那我們這次買的比較少 我們只能買到5顆 OK,好,我們就按 借款 好的,這樣就借好了 一樣借出5顆 然後一樣回到剛剛交流的地方 把我們借出來的這個股票也賣掉 OK,選擇這個 然後直接全部賣掉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總共可以換到315的USD 好,那麼這樣就賣好了 然後我們就得到了315的USD 我們又要再回到Ankler 就是重複這樣的動作 好,讓我們這邊直接快轉 好的,那這個策略我們大概就先做到這個部分了 因為再往下做下去的USD也不夠 那因為我之前做的時候 是可以換出更多USD的 可能他現在的這個被調整過 之前比較暴力一點 那現在的話呢 大概一年是40-50% 那看自己這個操作 因為如果說你買的這個股票 他是一直在跌的 例如說我借了這個可口可樂的股票 他現在如果說他跌 如果說他跌7% 那我這一次我賺的錢 大概會提升到80% 那如果他跌到15%的話 我自己賺的錢有可能會突破100% 那如果說今天他漲 他漲超過15%的話呢 我們這次所賺的獎勵 可能就差不多相近20%而已 那如果他漲到20%的話 那我們這次的獎勵可能就 你寧可是放在AUST吧 你可不要做這個策略 而且漲差不多15% 你很有可能就會被清算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高風險的 那我目前我這單敢做的原因 是因為可口可樂第一個他很穩 第二個是目前他在高點 我覺得他要回調 那如果他回調的話呢 如果再換回來的時候呢 我是多賺的 而且有可能如果他跌 跌到非常多的話 我可能還會報復 對對對 但這個機率應該很低 那麼今天的策略呢 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那有幾個點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策略如果你執行下去 我會建議至少執行三個月以上 因為他在Miru上面 你做任何的這個東西 尤其是你有做借款的 那他就會跟你抽取1.5%的這個手續費 那我們剛剛是利用槓桿 而且我們做了很多單 所以他這個手續費會稍微高一些 那我會建議你要放些 來至少放3個月的一個週期 那麼今天這個影片呢 大概就到這裡 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我影片下方 描述欄跟我們做聯繫 我會盡量在第一時間回覆你 如果說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也希望你可以幫我點個讚 幫我訂閱或分享 這個都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OK 非常謝謝大家